讲到神造人是按照祂的形象跟样式造的 是要人来彰显祂 要人来代表祂 那很特别的 祂不但为人造灵 祂还给人怎么样 说话的功能 所以神不但祂自己要借着说话 完成祂的经文 完成祂的定值 祂还要借着我们的说话 一同有份于神经文完成的工作 所以说话是一件大事 圣经从开始到最后都说话 一开始我们说神 宇宙是凭神的话结构起来的 后面呢 新约最后面 是纳灵同众造会说话 纳灵同众造会说话 不只是纳灵说 还有造会也一样说话 然后在这个点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祝福神向我们说话 证明我们是在祂的祝福之下 以过我们读撒姆尔记就知道说 在以利那个祭司的时代呢 神变荒凉 这个灯光微弱 然后神的话语稀少 这个就是没有祝福的一个景象 那我们如果有神的说话 我们就在神的祝福之下 我们的一生都在于 都细于主的说话 那这位活神呢 是借着说话 把他自己分次注入到我们里面 这个我们有神的说话 就能够得着光的照亮 有神的说话呢 就能够得着生命的分次 还有这个能力的传输 所以这个话实在太重要 神的话能够推动万有 再者推动万有 我们有神的话 我们这个人就是 有属灵的食物就能够吃得饱 就能够有力量 那在这里这个澄清圣言里面有讲到说 我们有神的话 神话里一切的丰富就会做到我们里面 借着他的生命做到我们里面 他的神圣的属性 会成为我们人性的美德 他的圣别 爱 谦卑 恩赐 忍耐 这些都不是凭着我们自己能够努力达到的 都是需要我们借着从神的话得着供应 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所以我们需要看重 需要有神的话才能够蒙祝福 有神的话就会蒙光照 有神的话就能够得着生命的分次 就能够得着能力的传输 接着他说 我们刚刚说过 我们是要彰显神代表神 怎么样来彰显他 怎么样来代表他 就是需要借着说话 好 第二个大点接着说 我信所以我说话这个点 第四个终点这里说 我们必须向作诗的人运用这样的灵信 并且说我们所经历于主的事 特别是他的死和复活 我们保罗他在四章 在那个灵后四章十三节这里讲这句话 其实他的背景是他在他的处境当中 虽然是为难的 虽然是患难的 虽然是有困苦的 但是他相信 他能够说我信 经上记者我信所以我说话 所以他说我们既有这同样信心的灵 也就信也就说话 保罗在后面第七个终点这里说 灵后四章十到十三节是指明 使徒是借着调和的灵 在复活里过定时自教的生活 以完成他的执事 所以这里的话是要鼓励我们说 我们说话是要相信 要说我们所经历于主的事 特别是他的死与复活 就像保罗在灵后四章十三节这里所讲的 他是借着调和的灵 在复活里过定时自教的生活 为了要完成他们的执事 那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要能够过这种生活需要对信 对信有一个很主观的经历 这个周三这里讲的很好 他说这个信心的灵 照着这个文森 还有这阿福德他们的解经来说 这个信心的灵 不明确是圣灵 也不是人的机能或性质 乃是恶者的参调 所以这个信心的灵 也可以说是神的灵 调到人的灵里面 后面接着说 我们里面的信心是一个神机奇事 那弟兄就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就好像照相 以前传统的照相 就是我们知道传统照相机用过的话 就是他有镜头 里面是有底片的 然后外面是有景象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照相机有镜头 里面有底片 外面有景象 那每次按一下快门呢 光就会进来 光进来就会在底片上产生曝光 感光 这就是信心的运行 那他说我们每次听到话 听到福音 听到见证 那就是好像咔嚓咔嚓咔嚓 一次又一次接受那个信的传输 所以他说 这个福音就像是外面的景象一样 然后圣灵就像那个属天的光 如果在黑暗的 完全黑暗没有光的地方 我们再怎么样按快门的话 底片洗出来也都是黑的 因为没有办法感光 没有光 所以外面有景象 然后圣灵就是属天的光 我们的灵就是底片 当我们听了这个福音的话 然后一次两次三次 我们在那里听 在那里接受 就好像里面那个底片 一张又一张在那里感光 就会有许多的相片就洗得出来 我们里面那个信的基存就越来越丰富 我们像这组的信心就越来越加添 所以这里是讲到说 这就是一个信心的运行 我们需要怎么样 需要在我们的灵里让那灵运行 像福音的话敞开 那这样的话我们里面信就会增加 那因着我们的信增加 我们也就能够这样 我信所以我说话 而且我们所说的 就是我们所相信的内涵 阿们 好那还有这个后面还有个第三大点 他说我们是一般说话的人 真正的基督徒是说话的基督徒 第三个终点说 我们必须领悟我们这些基督徒 已经被做成活的基督的见证人 见证人就是要什么呢 见证我们所看见的 所领受的 所接受的 所以我们像刚刚说的 我们在那里接受信的传输 我们有了这个信心的灵 我们有这个信 我们就可以在调和的灵里 在信心的灵里来说话 所以我们见证就是我们的说 把这位基督说出来 关于基督的死 关于他的复活 我们所经历的 我们所享受的 我们所领会所听到的 都可以供应到人的里面 那周六这里 在第五终点的第二小点这里 在周六这里有两个经节很重要 我们看一下周六 周六灵前十二章十三节说 我们都已经在一位灵里受尽 且都得以喝一位灵 那诚心卫养这里说的很好 我们都在那里进到身体里面 现在我们能够喝一位灵 一个是我们进到他里面 一个是我们喝他进到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在那灵里 那灵也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被那灵怎么样 泡透并浸透 就是里里外外 我们都被那灵来充满浸透 如果我们是这个情形的话 我们里面所出来的 就是灵里的彰显 所以后面说 我们要在灵里被充满 用诗章 宋词 灵歌 彼此对说 从心中向主歌唱颂勇 我们的聚会应该满了赞美 我们要述说 在我们经历里 他之于我们的一切 今天等一下分组的时候 有一题就是我们来述说 我们所享受这样的话 对我们的供应 然后我们 这里就是说 我们只要这样在灵里被充满 我们在这个调和的灵里 在信心的灵里 我们就能够来讲说这位基督 然后就有诗章 有颂词 有灵歌 来丰富我们的聚会 那整篇信息 弟兄的负担就是 我们要认识 我们是一般说话的基督徒 这个说话呢 是在被灵充满浸透而说的 所以我们需要对主 有主观的信 要接受信的传输 需要福音的景象 福音的话 一直的进到我们里面 因为我们是借着听而信 今天我们需要借着说 让别人信 让他们能够继续去说 把福音能够继续的传扬出去 所以我们需要抓住任何的机会 无论得识不得识 总是要向人来述说这位基督 阿们